用Indirect 其實這兩者蠻多地方蠻像的 差別是說 Indirect裡面是放一個文字 然後Indirect是放藍跟列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把它轉換成VBA 轉換成VBA的好處是怎麼樣呢 它的方便性非常的大 為什麼你按下去 再按下去 它就全部做好了 再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又恢復了 感覺還蠻好的 不過要把它做出來 其實難度還不算太低 那第一個分割更清楚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講到 那今天的話延續 上個禮拜有提到 所以程式碼在上面 那如果你對這部分 已經有點忘記的同學 你就回頭看一下 那實際上我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它做輸出的話 假如說你的這個 Indirect有做出來之後的話 其實那個輸出的方式 跟那個Indirect 非常的接近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甚至會直接拿 Indirect做出來公司 拿來怎麼樣 改一下就好了 改一下 像上一半有講到吧 所以如果Indirect做出來的話 幾乎不太需要改太多 你只要記得原理原則就好 那要怎麼去做 首先第一個呢 一樣呢 我們是在這邊 比如說我今天要插入一個什麼 多欄轉單欄的一個程序 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因為是一個按鈕 所以是一個Sub 那名稱的話是多欄轉單欄 這個地方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要處理什麼呢 就是你輸出的範圍 那假如說我今天輸出的是這個VBA 假設我要多複製一個 那我希望呢 幫我輸出到那個哪一欄的 比如說輸出到那個 假如是那個I欄這裡好了 假設是這個I欄 那我的範圍的話呢 是for forI等於第一列 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撰寫方式 我想前面都已經寫了蠻多次 蠻多的 那當然你可以1到27 或者你這27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那個用追蹤 Range A1 應該還記得吧 這邊可以 如果你要 Range 這個最好是可以自己動手一下 然後我從A1向下去追蹤 追蹤什麼呢 追蹤總共有幾列 所以打一個1 前掛弧 最下面 XL Down 它的列號哪一列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知道這應該27 從第一列到第27列 那做什麼呢 輸出到I 那特別注意 輸出是寫在前面 所以Sales I 豆點 I欄 OK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一個Range Range的這個東西 你想說這東西怎麼來的 其實我是用了一招 其實就是直接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這一串 Indirect的刮弧後面 把它放到哪裡呢 Ctrl C有沒有 其實直接把它放到那個 就是Range後面 也就是 其實我發現Range跟Indirect 好像幾乎是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那要改哪裡 特別第一 在VBA裡面沒有CHAR 它只有CHR 名稱不太一樣 改一下 第二的話呢 加上什麼呢 特別注意 在那個VBA裡面 它的MOD的函數用法 跟在那個 這個Essale裡面用法 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 跟它改一下 那這邊Raw 只要看到Raw 就把它改成I Raw把它改成I Raw的話 就把它改成I 因為Raw的話 只是哪一列 那End的話呢 記得前後加空白 那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最後要改一下MOD這個函數 因為MOD的函數 它是 在VBA裡面 在那個Essale裡面 是一個函數 可是 在VBA裡面 它是一個運算值 那運算的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 它的寫法 不能這樣寫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 這個 比對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最後的 剛剛的東西 乾脆把它加一個註解 貼到上面好了 這個原來的東西 乾脆把這個 Indirect最後這一串公式 給各位參考一下 它的差異 也就如果你將來呢 假如寫完的那個 Indirect之後 你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有哪一些地方要注意 你可以 Indirect改成Range 然後CHAR改成CHR CHR 然後 這邊都一樣 這邊 加的部分 記得就是說 不能用那個MOD 我們用的方法是 一樣I-1 然後把它刮斧 先刮斧一下 那MOD 在VBA裡面 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 類似像加減乘除一樣的東西 所以 它實際上是一個運算值 MOD5 寫法要這樣子 你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先減掉 在MOD5 就是求余數 所以寫法 你們可以可能要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差別 最好後瓜糊就少了 是不是CH 對 沒錯 少一個後瓜糊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修改 所以 一般我是習慣 直接把它貼上 然後改一下 這兩者 第一個這邊不一樣 第二個運算的方法不一樣 在Excel裡面 它是一個函數 在VBA裡面 它叫做運算值 有點類似加減乘除 然後 這個 在那個 M的前後要加空白 如果是RAW的 看到RAW的話 就把它改成I 其他都一樣 為什麼這邊多一個瓜糊 MOD 或瓜糊 這邊這邊有一個一個 瓜糊部分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不是算錯 如果說你做完之後 假如 在找不出答案的話 一個方法 拿我的來 比對一下好了 這個是正確的 跟錯誤的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什麼 少了什麼 這個我建議是一定要動手做了 OK 這邊好像多了一個 這邊多一個瓜糊 所以這邊又多了兩個瓜糊 這邊瓜一下 最後再掃 再一個瓜糊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 Indirect去做參考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假如說我今天VBA做完 那我一樣 這個分割 之後的話 還可以再把它輸出到 I欄 OK CHR67 直接貼過去 OK 直接執行 OK好 那大概原理原則是這樣的 所以請各位 這個VBA部分的話 再試一下 主要是從那個Indirect轉換過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讓各位了解那個差異 就是如果說將來你做完 Indirect之後 想要把它轉換成那個Range 用Range去做那個輸出的話 它裡面有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可是 還是有一些細節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尤其是 這邊最最大的差異點 我想應該是那個Mode 在Ecell裡面 它這個是一個函數 OK 試試看 OK 試試看